孟晚舟和华为大获临头美两党,一面倒要求川普众多国际学者,给加拿大骨气,加总理特鲁多中共副总理刘鹤,赴美参加中美贸易谈判前夕。 美司法部28日,以23项罪名起诉华为及其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引发各界高度关注。 美财长和商务部长都表示,刑事起诉,华为是执法行动,与中美贸易谈判没有关联。 少数党参议院领袖,舒默先期二国会演讲时,称,支持川普对华为采取强硬立场,不要重蹈中心的错误。 57名国际学者29日,发表公开信支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遵循法律程序处理孟晚舟案,不要屈服于中共的人质外交。 美国财长史蒂芬姆努钦周二说,美国希望本周的美中谈判能取得重大进展。 他告诉福克斯新闻这次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准入确保没有强制合资企业,没有强制转让技术同时美方还会提供一个检查中共落实协议的体系。 我们有一个机制,当我们达成协议后,我们可以监控这个协议,确保中方不会违背它。 姆努钦说,美方希望本周能在相关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 这位美国财长也提到,目前的华为遭刑事起诉事件,是一个单独的问题不会影响谈判。 美中的谈判仅涉及强制性技术转让的问题。 而华为的起诉案,仅归司法不管华为问题,不是贸易讨论的一部分强迫技术问题是任何涉及为。 反美国法律或制裁的问题,都要通过一个单独的渠道,即司法部姆努钦说。 在美中贸易问题上,美方专注于解决不公平贸易问题。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白宫经济顾问拉利库德洛,在随后接受福克斯商业采访时表示。 川普总统对美中双方,在3月2日之前,达成协议迟适当的乐观态度。 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也告诉记者华为与谈判这两项事件,完全没有关系。 起诉书是执法行动,与我们与中方的贸易谈判,完全分开罗斯说。 美起诉华为两党一面倒支持卢比奥,不能让他们为所欲为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国会对此出现一面倒的支持声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称。 这是因为华为犯下的罪行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1月29日,出席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 中共进行诈骗,偷窃这些行为,都是需要我们正视的问题,卢比奥说中国是个大国,也持续会是此案不是为了要遏制他们发展。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你不会为了要达成贸易协议,而忽视这些犯罪行为。 卢比奥直言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英霍夫Sam James,Ehoff,ROK,表示我们必须对于华为有所警觉,如同去年国防授权法当中所提到的。 这也和我们一直以来所相信的一致。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史密斯Rap Chris Smith,RNJ,也就川普政府起诉华为表示赞赏,称华为正代表中共在关键技术领域,垄断全球市场。 华为实际上是中国中共政府的一部分,正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技术领域,垄断全球市场史密斯,在一份声明中写道。 我们不能允许华为、中兴、无人机制造商大疆,或其他公司将其技术,嵌入美国政府系统,或关键基础设施。 也不能允许破坏美国对伊朗和朝鲜等国的制裁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Sandchalk,SumaJNY,星期二呼吁川普总统,不要在华为的问题上,对中共让步。 像华为这样与中共政府有连结的电信巨头,正是中共欲作的典型模式,华为并非例外。 他们是中共的规则当中,共享取代美国在新兴产业的主导地位时,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采取行动偷窃舒默,还呼吁川普总统,不要重蹈中兴的错误。 应该要在华为的议题上,坚持强硬的立场,我对川普总统的讯息,就是不要退下。 舒默说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支持处理孟晚正案立场。 57名学者致函特鲁多美国之音报道57名国际学者星期二,在一封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公开信中,对加国政府处理,遭中共不公平拘禁的三名加拿大公民的作。 发表达支持沃泰华大学人类学教授史国梁Scott Simon,是这封公开信的联名者之一。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发起这封信的目的,是要支持加拿大政府的立场。 因为在处理孟晚舟案,与加拿大公民,被中共拘捕的问题上,加拿大政府正处于困难时刻。 他们希望特鲁多政府,能坚守立场遵循法律程序,处理孟晚舟案。 不要屈服于中共的人质外交沃泰华大学人类学教授史国梁照片由史国梁提供,史国梁说加拿大是一个法治国家跟美国一样台湾也是一个法治国家。 但北京不是啊,因为中共他们可以为了政治的目的去干涉司法。 所以我们希望加拿大,可以按照加拿大跟美国的条约把孟晚舟交给美国。 然后再怎么来处理跟中共的关系。 希望,这三个加拿大人,可以回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台湾的学者, 在公开信中表示,加拿大正遭受压力,要顺从中共要求,将孟晚舟驱逐案,从法律程序变为政治交换。 他们欣赏加拿大政府以非政治,依据国际法及外交常规的方式,处理这个案子。 阿波罗网林一综合报道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